为追求心仪女友 男子决定先过长辈这一关 搞定丈母娘 也就搞定了女友 女友早有心上人 男子决定毁婚 可准岳母却逼她签下 天价毁婚合同 如有反悔 则支付一千五百万元分手费 强迫签约的合同是否有效 男子是否能化险为遗难 准岳母帮我娶妻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一个周末 小伙子高健 兴冲冲走进咖啡馆 高健是来相亲的 据介绍人说 相亲对象 是位音乐学院毕业的大美女 现在一所学校当老师 这不光人长得美 歌唱得甜 家境也很优渥 高健自然不敢怠慢 打理整齐 提前来到了约会地点 高健来到事先订好的八号桌 这一看啊 已经有人了 可这来人并不是相亲对象江颖 而是一位中年女士 女士笑着说 是高健吧 我是江颖的母亲 听介绍人说 你们俩今天在这见面 我顺路就过来了 高健恍然大悟 原来啊 这相亲对象没到 相亲对象的妈先到了 看来啊 娶她家女儿 先得过丈母娘这一关 高健偷偷打量了一下 这位母亲 虽然有些中年发福 可五官分明 保养得意 年轻时候 肯定是个美人 女儿绝对差不了 接下来 这位母亲连珠泡般 问了很多私人问题 高健都一一礼貌作答 高健的心里 可以有个小九九 都说搞定丈母娘 就搞定了女友 这必须啊 要给相亲对象的妈妈 留个好印象 不久 江颖感到了 见到江颖的第一眼 高健连呼吸都不会了 眼前的女孩 高挑鲜瘦 乌发披肩 肌肤润泽 唇红齿白 自带着一股仙气 就像是从金庸小说里 走出的小龙女 不识人间烟火的模样 高健的心是蓬蓬直翘 真想不到啊 相亲对象那么美 接下来三人坐在一块 聊了一会儿 但几乎都是江颖母亲问 高健答 江颖很少答话 当晚回到家 高健一遍遍回味刚才的情形 觉得江颖母亲对自己挺满意的 但拿不准江颖是什么想法 要说这平常 高健对自己挺有信心的 论条件啊 28岁的高健 名校博士毕业 现在一家大医院做外科医生 不光学历高 工作好 待遇优 样貌也很周正 可遇到仙女一般的江颖 他却有些忐忑了 不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自己 但很快 高健就下定了决心 不管多难 一定要把女神追到手 当晚高健先是给江颖母亲打了电话 表达了对江颖的心意 江颖母亲很高兴 主动支招 透露了江颖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 第二天一早 高健就订了江颖最喜欢的百合花 送到了单位 当晚还把江颖约出来 共进烛光晚餐 打了以后 高健时常约会江颖 偶尔也会邀上江颖母亲 三个月之后 两人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他打心底里感谢江颖母亲 没有他的鼎力支持 事情也不会这么顺利 高健觉得搞定丈母娘 也就搞定了女友 这简直就是荆轲玉虑 然而在两人交往中 高健始终觉得江颖和自己有隔阂 完全没有热恋情侣的感觉 两人除了牵手 甚至连拥抱都很勉强 江颖的行为让高健十分疑惑 他隐约觉得这其中另有蹊跷 这一转眼 两人交往了大半年 有一天江颖母亲主动约高健到家里吃饭 这一次高健正式拜见了江颖的父母 打一进门 江颖母亲就热情招呼高健 十足的女主人架势 饭桌上江颖母亲还一个劲地夸高健 学历高素质高懂事又上进 而比较江颖母亲的外相泼辣 江颖父亲则显得拘谨内向 只点头附和并不多话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家是江颖母亲做主 而江颖始终面无表情 好像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就在临走的时候 江颖母亲把高健单独叫到一边 说江颖今年二十六 年纪也不小了 你如果有诚意 早点把婚事给定下来 高健赶紧表态 说自己是一百个愿意 就是不知道江颖怎么想 江颖母亲把手一挥 说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当天晚上 高健给临时的父母打了电话 父母听了说 女孩家侨情这么好 女孩父母也很有诚意 那就赶紧定下来吧 外科医生高健 相亲结识了美若天仙的江颖 并在江颖母亲的帮助下 追求成功 都说搞定丈母娘 就搞定了女朋友 那么两个人究竟能不能开花结果呢 不久就是十一长假 高健想请江颖到云南大理度假 这好话是说了一大箩筐 江颖才算答应下来 大理苍山而海 别仰美丽 江颖的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 当晚客栈里借着皎洁的月光 高健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钻戒 单膝下跪 向江颖求婚 高健说 江颖 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 嫁给我吧 高健本以为 自己精心准备的求婚仪式 会让江颖感动 可不想江颖却神色慌张 她急忙拿高健起来 拒绝了高健的求婚 这又是为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会儿 江颖终于开了口 说 高健 你真的很优秀 要学历有学历 要长相有长相 工作也不错 我父母一向挑剔 连他们都喜欢你 所以我愿意试着跟你交往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你就是没有感觉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就连今天你求婚 我都没有半点感动 这真的不是你的错 是我无法爱上你 我觉得 我不能继续骗自己了 还是分手吧 不能再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 真的对不起 这些话就像晴天霹雳 把高健的心给劈成了两半 高健难过极了 但还是极力挽留江颖说 对不起 是我太心急了 太想拥有你了 你先别急着拒绝 我愿意给你时间 我愿意等你 我一定会努力让你爱上我的 不要分手 求你 高健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全部付出 竟得到这个结果 求婚之旅 居然变成了分手之旅 该怎么办呢 高健急忙找到准岳母 请求她的帮助 结婚这么大的事 哪能由她说了算 放心 这事有阿姨为你做主 有了准岳母的帮助 江颖是否能回心转意 准岳母帮我娶妻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高健回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约江颖母亲见面 听完事情的经过 江颖母亲皱着眉说 这孩子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么好的男孩子不要 还想要什么样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 哪能由她说了算 放心 这事有阿姨为你做主 就凭你这么有心 江颖嫁你嫁定了 没过两天 江颖母亲再次把高健请到家中吃饭 一同请来的 还有高健和江颖的介绍人 饭桌上 江颖母亲明确表态说 她和江颖父亲都十分中意高健 认定高健就是未来女婿 意思是这事全由江颖母亲做主 江颖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看到江颖母亲力挺自己 高健非常感动 可再看到江颖一脸冷漠 高健的心理非常不是滋味 当晚高健当众向江颖表白 说这辈子只爱江颖一人 此情天地可见 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唯有江颖没有作声 很快在江颖母亲的提议之下 高健的父母专程上门提亲 两家家长是一见如故 婚事当场敲定了 这婚事敲定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婚房了 看了很多楼盘 江颖都不中意 高健跑去征求江颖母亲的意见 江颖母亲说 我们家有好几套房子 户型都不错 暂时没有心仪的 就选一套 先住着吧 以后有合适的再买 高健拒绝了 说自己是男人 让女方买房子结婚 岂不成了道查门 无论如何 婚房必须自己出 最终两人商店下来 高健按照市场价格 买下江颖母亲名下的 一套房子做婚房 于是高健和丈母娘 签下了房产转让协议 付了首付加上按揭贷款 将近五百万元 很快就办理完成了过户手续 为了给女友一个终生难忘的婚礼 高健整天忙着装修房子和筹备婚礼 虽然辛苦 但高健乐在其中 就在他幻想着和女友幸福美满的未来生活时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婚礼前几个月 高健带江颖去婚纱店选婚纱 可下了车 江颖却拉着高健来到店外转角处 在这里 江颖说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 江颖告诉高健说 母亲一向强势 在家里她和父亲都得听母亲的 她在留学期间曾经交往过一个美国男孩 母亲知道了坚决反对 理由是江颖是独生女 肯定是要回国的 就算对方肯跟着回来 一个外国人连中文都不通 将来有个大事小事了 根本指望不上 分明就是个亏本买卖 江颖没办法 只能分手 回国之后 她又短暂交往过一位男同事 和江颖一样 是音乐教师也被母亲叫黄了 理由是搞艺术的男人花心没长性 弄不好将来会离婚 她也想顺着母亲的意思 于是试着和高健交往 但发现就是没法爱上高健 甚至觉得高健处处迎合母亲 结婚就像嫁给了母亲的丁梢 现在江颖的美国前男友提出复合 甚至愿意为她来中国发展 她发现自己仍然深爱着前男友 江颖把决定权交给高健 希望她能主动放手 江颖说完 转身走了 可江颖的话却像冰雹般 无情地砸向了高健 站在婚纱店门口 看着一对又一对恋人 手挽手进进出出 脸上无不挂着幸福甜蜜的笑容 高健的心一下子凉了 江颖说得对 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孩 自己会甘心卑微一辈子吗 就在那一刻 她下定决心做个了断 当晚高健约江颖见面 见面后高健说明来意 她同意和江颖分手 并祝福江颖能找到真爱 可就在这个时候 江颖却突然提出了一个不情之情 这个请求就让高健左右为难 江颖说 美国前男友愿意为她来中国工作 前男友的父母提出来要见见江颖 江颖打算马上飞到美国 但护照却被母亲扣住了 原因是当年母亲怕江颖和前男友私奔 一直扣到现在 江颖请求高健问母亲拿回护照 借口是两人办好婚礼 要到国外度假 高健这一天心里是直打触 他对江颖说 我这也不能骗阿姨呀 江颖保证绝不私奔 和前男友父母见完面就回来 实在没办法拒绝 高健只得同意了 很快就拿回了护照 十天过后 江颖母亲找上门来了 质问高健为什么毁婚 高健一下子明白了 是江颖和母亲摊了牌 他连忙解释说 不是自己反悔 而是江颖根本不爱自己 江颖母亲说 只要高健态度坚决 江颖的工作他来做 要高健主动找江颖复合 高健怎么说 江颖母亲都听不进去 又过了十天 高健刚走出手术室 就被几个壮汉强行拉走 拖进了一辆面包车 一上车就看到了江颖母亲 原来江颖办好签证 留下一张字条 就飞到美国找前男友了 而江颖母亲把这一切 都归罪于高健毁婚 她咆哮着说 我把女儿嫁给你 是看得起你 你居然毁婚 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说完丢给了高健一份合同 内容有两点 一是要高健保证一个月内 跟江颖完婚 如有反悔 则支付一千五百万元分手费 二是要高健承认 江颖母亲败给高健的房子 远低于市场价 房屋升值部分 都归江颖母亲所有 也就是说 假如这套以市场价 五百万买来的房子 涨到了八百万元 那么高健还要拿出 三百万元差价 还给江颖母亲 这样的合同 当然不能签 毕竟当初不管问谁买房 现在都升值了 凭什么买他的房子 就要补差价 看高健不同意签合同 几个壮汉立刻操起了刀 威胁高健说 胆敢不签 就砍了高健的手 没办法 高健只得签下了协议 江颖母亲这才放他走 整个过程 高健悄悄用手机录了下来 眼看事态已经失控 高健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撤销和江颖母亲签署的巨额分手费协议 双方在法庭上僵持不下 一对情侣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差点成为高健新娘的江颖 而外国小伙 就是江颖深爱的前男友 江颖为何突然出现在法庭 她的到来是否会影响法院的判决呢 一周之后 她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撤销和江颖母亲签署的巨额分手费协议 不久 高健收到了江颖母亲的答辩状 江颖母亲说 是高健背信记忆 既不娶自家女儿 又白占了房子 说既然白纸黑字写在这儿 合同就作数 非但不能撤销 还要求高健支付1500万元分手费 赔偿全部房屋增值损失 那么这份合同到底能不能撤销呢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是指行为人的意思与表示不自由 而导致非真实意思表示 赋予表义人撤销权的民事行为 对此呢 我们国家的民法总则第150条规定 一方或者第三人 以胁迫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所实施的民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我国合同法也有类似规定 回到本案当中 高健和江颖母亲签订的这份巨额分手费协议 并不是两人好商好量签下的 而是江颖母亲找了几个壮丁 手里拿着菜刀扬言不签合同 就断了高健的手 逼迫高健签下的 高健手机上的录音也证实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高健被胁迫所签订的合同 并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 高健有权在合同签署一年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份协议 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 庭审中高健和江颖母亲 以及各自的代理律师 少不了一番唇枪舌战 看到这位当初力挺自己追求江颖 差点就成为自己丈母娘的女人 高健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 江颖母亲庭审过程当中 情绪非常激动 几次站起身来指着高健鼻子大骂 被逐审法官数次阻止 庭审即将结束 高健做最后陈述 请求法庭撤销这份不平等的 巨额分手费协议 这个时候江颖母亲突然冲上前来 殴打高健 法警赶紧上前阻止 一时间法庭乱作异团 就在这个时候 审判庭的大门被推开了 一位高挑秀丽的女孩子 牵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 走了进来 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差点成为高健新娘的江颖 而外国小伙就是江颖深爱的前男友 江颖上前腊肉母亲说 那分手是我提出来的 高健是个好人 你就别再为难他了 我在美国已经注册结婚了 您不同意也没有用了 原来江颖出国后 知道母亲肯定会为难高健 一直和高健保持着联系 了解事态发展 并且专程在开庭前赶了回来 希望能够劝说母亲罢首 看到这个情形 江颖母亲大哭起来 她指着江颖说 你 你就这么孝顺我 真是白养你二十六年了 江颖说 妈 这么多年 爸听您的 我也一直都听您的 就算你硬生生拆散 我和我爱的人 我也不想惹您生气 所以我试着跟高健交往 可不可高健对我有多好 我始终对她没有感觉 这才明白 结婚必须是要和自己爱的人 我要为自己的幸福勇敢一次 高健留意到 江颖说这话的时候 神采飞扬 紧握着美国丈夫的手 甚至是带着一点点的骄傲 和当初见到那个淡漠的江颖 简直判若两人 高健明白了 这才是爱情应有的样子 审理间隙 法官将江颖的母亲 请到调解室里 耐心地为她做思想工作 法官告诉她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 如果爱孩子 就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 经过法官耐心地劝导 江颖的母亲 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向法官说明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江颖母亲之所以这么做 一来是操控女儿的婚姻 不想竹篮打水 一场空 二来是当地房价突然上涨 怕没嫁出女儿 又损失了房屋增值 最后 法庭当庭做出判决 支持高健的诉讼请求 撤销了这份巨额分手费协议 同时 对于江颖母亲 胁迫他人 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给予批评教育 一场闹剧 总算结束了 走出法庭的时候 江颖的美国丈夫 主动上前和高健握手 表达谢意 而看到江颖幸福的模样 高健也真诚地送上了祝福 至于江颖母亲 或许一时还不能接受 这位养女婿 可时间应该会慢慢 化解她的成见 因为对于母亲而言 儿女的幸福 终将胜过一切 不久之后 高健主动拿出一笔钱 给江颖母亲 做适当补偿 毕竟江颖母亲 当初是嫁女心切 才卖了自家的房子 观众朋友 有人细说 这搞定丈母娘 就搞定了媳妇 这句话 错也没错 说她错 是因为无论恋爱还是婚姻 两情相悦 幸福美满 一厢情愿 终难长久 搞定了丈母娘 搞不定媳妇 这样的婚姻 也是难以幸福的 而说她对 是因为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联姻 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搞定丈母娘 尊重老人 会让我们的大家庭更加和谐 但她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观众朋友 还有人说 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只有不会爱孩子的父母 的确 为人父母的 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也想把最宝贵的经验 都传授给孩子 希望孩子一生平安 少走弯路 于是 面对成年子女的婚恋 不少父母 对孩子的选择横家干涉 甚至越祖带袍 又走回了父母之命的老路 殊不知 强有的瓜不甜 强有的婚姻 更难幸福美满 其实 学会爱子女也并不难 那就是 学会尊重 学会放手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会 他未婚怀孕 男友知道后 却躲了起来 那个万民去哪了 还有 就是女儿子 父中的孩子 该怎么办 调查得知 男友是有父之父 可就在他要打掉孩子时 男友却又回来了 为了我们的孩子 原谅我 嫁给我 已有家世的男人 为何还要来求婚 已有身孕的他 该不该嫁给这样的男人 伪造的遗嘱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